他在人们的印象中一直是为所不堪的存在 每次出现在荧幕前都是搞笑的丑角 但私底下却是许冠杰的最佳搭档 曾经用一首歌让张国荣响彻演艺圈 这个人就是鬼马填词人李彼得 但他却只有小学学历 李彼得是如何获得如此成绩的呢 这一切都与他的亲身经历有关 李彼得从小家境贫寒 九岁就失去了父亲与母亲相依为命 小学毕业后没能继续学业 只能跟着母亲以卖报刊为生 虽说是辍学了 但他还是喜欢读书 在做报童的闲暇时间中 他都会翻阅报刊书籍 这也正是为后期写词打下了基础 李彼得的叔父是乐剧名林亮次博 叔父很照顾李彼得 还经常带着他跑片场 同时叔父还鼓励他 唯有知识才能改变命运 在叔父的鼓励和影响下 李彼得开始尝试写作 这期间他还做过加油站的路由员 商铺的服务人员 私人司机等 可谓是在小小年纪便看遍了人间百态 用他的话来讲就是 在当私人司机期间 李彼得经常会等人 百无聊赖时 李彼得突然想到可以做些枫叶 最终便决定把自己写的稿子 往年轻人周报投送 又因为熟悉底层生活 总能用草根文笔写出人间疾苦 因此李彼得一开始就得到了报社的肯定 报社还专门为他成立了一个名为 柴克夫司机首技的专栏 而李彼得的爱好也不仅如此 他还喜欢听歌 期间他就尝试着给已经发表的歌曲改词 并发到专栏上 很快有人就开始唱他改编的歌词 也就是在坐司机期间 李彼得得到了改编命运的机会 当时他老板的车位刚好在陈友车位的旁边 陈友便是我们前几期讲过的四目道长 名面上是捉鬼大师 背后却是一流的温娜乐队的成员之一 陈友非常欣赏李彼得的才华 还邀请他为温娜周济写歌 李彼得也因此获得了一点名气 但最终让李彼得奠定著名填词人地位的 英属粤语歌坛的大神许冠杰 经过朋友的介绍 两人正式相识 许冠杰知道李彼得在写专栏 并且很喜欢他的填词 此时许冠杰正在创作新的专辑 半斤八两 便让他来创造一点新的风格 李彼得一听 乐坛大神都来找他了 自己怎么好意思拒绝呢 于是这才有了风鸣一时的半斤八两 这首歌一出版就得到了许多歌迷的喜爱 许冠杰也因此奠定了粤语流行歌手的地位 同时也将李彼得的填词才华展露无遗 之后两人便开启了长达七年的合作 而李彼得则是负责填词 在这七年内两人创作了很多筷智人口的歌曲 比如《财神道》《大雀英雄传》等 其中浪子新生更是成了经代中的经典 李彼得填词许冠杰作曲 两人可谓是天作之河 可是有一天大家发现 李彼得的名字不在许冠杰的歌曲《作词人》一栏 两人合作了七年还是分开了 关于分开的原因各说纷纭 据说是因为当时的作词人一栏会署名 作词许冠杰李彼得 而李彼得的名字总是写在后面 因此便有人问许冠杰 你都不会打牌 怎么会写出《打雀英雄传》这样的打牌歌呢 既然不是你写出的 又为何把李彼得的名字放在后面呢 为此两人才彻底分开 当然真相到底如何 也许只有当事人知道了 而在香港乐坛繁荣的八十年代 除了帮许冠杰填词之外 李彼得还被邀请为梅艳芳 关正杰等巨星填词 值得一提的是 当初那个需要被别人改变命运的李彼得 现在也能改变别人的命运了 1983年 张国荣的恩师李小田 找到李彼得 想让他为莫妮卡填词 原本这首欢快的情歌 但那时的李彼得 正沉浸在失恋氛围中 他把自己对女朋友的思念和惭愧 都写进了词里 没想到这种做法 让莫妮卡极具特色 而这也让原本不温不火的张国荣 彻底爆火 正式开启了乐坛 谭章争霸的局面 打破了谭永龄艺人 独播乐坛 也让香港乐坛跨入了最辉煌的时代 此外 李彼得在填词之余 也给欢乐今宵写剧本 后来正巧有导演觉得 他长相猥琐 比较有特色 并邀请他到剧组进行拍摄 李彼得也阴差阳错的 开始了演艺生涯 进入演艺圈后 李彼得虽出演的都是一些小人物 但还是十分出彩的 其中让人印象最深的 还是与周星驰合作的几部电影 比如《唐薄乎点秋香》 《破坏之王》等 要说经典的就是《唐薄乎点秋香》 虽然李彼得出场的时间不多 但他在剧中搞笑的一面 深受观众喜爱 李彼得的人生看似一帆风顺 但是他的家庭却是十分易碎 他与妻子的婚姻维持不到三年 就宣布了结束 可能是因为两人认识的时间不长 对彼此并不是很了解 再加上李彼得对他的爱也不多 因为他曾经亲自承认过 爱过的只有初恋女友 两人离婚之后 他的儿子便跟着李彼得生活 为了养家糊口 李彼得只能拼命工作 完全没有时间关心儿子 渐渐的 父子俩感情变得疏离 现在即使在同一屋檐下 也形同陌路 如今的李彼得已年过花甲 也淡出了大中的事业 他的人生经历 好比草根逆袭的代表 李彼得从未抱怨生活的不义 只是感叹 命里有时 终需有 命里无时 莫强求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如果有想了解的人物故事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让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吃饭 不饭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